Hello大家好,我是Gina,今天我终于来做这个Roman系列的试色了 然后这个系列其实我已经收到了有一段时间了 在我去欧洲之前这些唇膏和腮红就已经收 我就发现呢,它们有分很多很多很多个不同的这个系列 光是唇膏,我买的就有四个系列,但它们产品不止四个系列,你看 而且非常非常便宜,就是开家式的这个价格,美宝莲的价格吧 性价比很高,而且颜色真的做得非常美 这个是韩系彩妆的一个特点,它们的这个唇膏配色真的做得特别特别好看 而且很适合我们黄虫人 今天呢,我就来做一个简单的试色,给你们做一下参考 我们先来做这个哑光的唇膏好了 你看,我买了四个颜色,其实我有一个颜色买虫了,因为我下两单 然后有一个颜色我就莫名其妙的买了一遍 就是每次选颜色都选到,自己喜欢都差不多 然后呢,是这四个色号,我们也有一个试一下 我从比较浅的开始试,那第一个是11号 它们家这个哑光就是非常非常非常极致的哑光 然后呢,韩国品牌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唇膏通常来说做得比较干一点点 比较干一点点,所以说大家嘴唇要自己做好这个保湿啊 而且一定要用润唇膏打底,你看 显色度 这个颜色呢,就是有点 枫叶红棕的感觉 然后我自己在使用 韩系唇膏产品的时候 由于它比较干嘛,就是有的时候你用 指数可能没有办法给它抹到那么的均匀 所以我会借用这个眼影刷 就是用手 借住眼影刷,我反而不会用唇刷 因为我觉得对于这一类的产品 唇刷可能没有办法涂抹得那么的均匀和顺滑 而且韩系产品你知道就是非常适合 把它涂抹到超出 你垂圆一点点,就特别好看 就是非常韩系的颜色 就是它是一个有点橘有点棕的颜色 但是它又带一点点的这种 怎么讲,peach这个颜色在里面,蜜桃色在里面 好,我试在手臂上给你们看一下啊 这个颜色呢 是10号 它是有一点点的这种眉红色 眉红粉 好,这个是9号 那这个是我买来这些唇膏之后呢 使用最高的一个颜色 上镜次数最多 我好几次在做课程的时候 还有直播的时候用的都是这一支 我跟你们讲,这一支颜色非常神奇 它好看在哪里哦 它有一点像是前面这两个颜色叠加在一起 就是这两个颜色的结合 它的这个底色呢,是偏棕的,偏橘棕 但是呢,它又带有这种眉红色 所以出来是一种特别浓郁 很秋冬的这个颜色 但是它就真的是介于两种颜色中间 既有眉红又有棕色在里面 就是特别气质 然后又很独特的一个 这个109号 是我自己最喜欢的颜色 是这个系列里面我推荐的第一名 你们一定要尝试这个颜色 就是薄擦厚擦都可以 好,再来是第四个颜色 这个是12号 这个颜色会带一点荧光 所以呢,我先给大家 就是做一点点这个窝拧啊 这个颜色我还没有用过 不知道用上效果怎么样 但是肉眼看它是带点荧光的这种红 西瓜红吧,应该叫 它果然是有一点点荧光耶 像这个的话 黄黑皮不要用 如果说你的皮肤不够白些的话 你用这一支颜色就是不合理的 就会衬得你的这个肤色更加的奇怪 它真的是带荧光粉 它虽然是一个怎么讲 就是正红 然后呢,偏一点点这个眉粉色 但是它带有很强的这个荧光感 所以这个我不推荐 因为用着好看的人真的是太少了 我在生活当中我是不会用这个颜色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系列 那这个系列我买了三支 它叫做Glastic Water Tint 就是特别水感的玻璃唇釉 那这三支呢 我到目前为止买回来之后 我只用了一个颜色 然后呢,妆感我特别喜欢 就是03,03号 这是02,03还有05 那么其实它们还有些热门的色号 就是一直是缺货的状态 我都还没买到 就之后再等等看啊 那么我们一个一个来试试看 那现在是02号 这个02号看起来 也是一个比较鲜艳的一个红色 其实它就是偏正红诶 好,你可以看到 它就是这种特别水感 然后特别轻薄的一个成员 然后呢,我自己的用法 就是说我先涂抹一层 然后呢,稍微等一等 等它颜色上均匀一点 你刚涂上去之后 你会发现颜色 好像看起来不够均匀 你稍微等个5秒到10秒钟 它颜色就会变得比较均匀一些 然后呢,我就再上第二层 让它有这种玻璃唇的感觉 就亮晶 那这个唇釉呢 我自己的一个使用心得 就是它的持久度是非常好的 一旦沉默之后 持久度特别好 就是我自己出门的时候 我有用过这个 长时间的使用这个产品 那边给它沉默了之后呢 特别 唇纹能够特别的隐形 修饰唇纹的效果也很好 而且这个呢 味道我也很喜欢 就是有那种甜甜的 甜甜的那种 怎么讲 水火糖的味道 好,现在呢 我们来用03号 那刚刚呢 我把前面一个这个唇釉 02号擦掉了 我发现它染唇还蛮严重的 我们现在 你看我指标现在用了 眼唇卸张液卸过去 还是有一点残留啊 好,我们直接在胳膊上 涂抹一下这个03号 刚刚这个呢是02号 下面是03号 你就能比较出来 一个呢是比较偏正红色 另外一个呢是比较偏橘红色 这个颜色用起来非常好看 这是很细致的一个颜色 是不是特别好看 好,你们看一下这个颜色 比刚刚那个 就明显多了一些橘色啊 那所以这两个颜色 比较起来的话 我还是更推荐03 因为02的话 就是你真的是需要 具备一个完整的妆感 而且底妆要处理得非常干净 因为那个颜色 属于饱和度比较高 明度比较高的颜色 也就是说 你生活当中画起来 是属于一个会比较抢眼的颜色 那么它对于你的这个底妆 其他部分的处理 就会要求相对来说高一些啊 所以说生活当中 以这种实用度 好搭配程度来讲的话 那么是03号更好 还是一个红色系的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和我们第一个试的颜色 非常像耶 你看它和02号特别像 在嘴上试 我觉得上嘴的效果 和02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千万不要重复购买 你如果喜欢这个类型的红色的话 买一个就够了 我不太懂它出这两个颜色的意义 因为上嘴真的是看不出来区别 好的 我把推荐的颜色给大家先讲一下 因为待会我们还有没有试完的颜色呢 我要擦掉之后 重新再涂泡 我忘记了啊 然后阳光系列 我们推荐09号 是我个人最喜欢的颜色 然后生活当中可以用到的最多的颜色 那么它的这个水光唇釉 推荐的是03号 我觉得这个偏橘的颜色 会更适合我们肤色一些 而且妆效会更自然 我先跟你们讲一下啊 他们家这个唇膏 染色真的很严重 因为你们看 这是我用眼唇卸妆 已经反复擦过了 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擦干净 可能需要洗个两次澡吧 才能擦干净 好 我们现在来用下一个系列 我刚刚才发现 我买的其实一共有五个系列 因为它的唇幼就分很多种 好 下一个我试的是一个Velvated 就是一个哑光的唇蜜啊 两个颜色 一个是02 一个是05啊 我们先来用02好了 哇 天呐 超级哑光哎 哇 这个质地真的是 太特别了 就是你只要涂一层上去 就好像这种哑光唇膏 你叠了好几层 而且它瞬间遮盖唇纹 我的妈呀 我只涂了一层哦 有那种丝绒感 知道吗 真的是好像 布料的那种丝绒感 上面有绒毛的感觉 肉眼能够看到的这种 powdery的感觉 上面好像上了一层粉一样 而且它的显色度非常好 我只涂了一层 不像刚刚我们用的那个 水光唇釉 差不多要涂两到三层 三层吧 差不多你才能达到 一个均匀的上色的效果 所以我更喜欢这一支 而且这一支相对 它的哑光唇膏 据讲的话 它的滋润度会好很多 就是它用起来很顺滑 完全不会有干的感觉 而且这个颜色好好看哦 我们讲偏橘棕的这个红色 还是以红色为主 但是有一点点的偏橘棕 用起来很像这个 JOTA MONEY的400号 应该是400号吧 就是它经典红这个颜色 好 给你们看一下 涂在手上没有那么红啊 在嘴上比较红 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 刚刚我的嘴唇 有这种染唇效果 所以颜色看起来更深 在手臂上是这个效果 很好看的一个颜色 有一点点干燥玫瑰 下一个颜色我们来用05号 05号看起来就是一个暗红色 这个看起来就是特别像 也很像JOTA MONEY的这个唇釉 我怀疑他们这个产品 现在有可能 就是照着JOTA MONEY的颜色去研发的 它很像今年那个淘土色 特别难买的206淘土色 看一下 对不对 很像 我看一下 我的206可能就在旁边 我找一下哦 我们做一个对比 找到了在这里 206 好 我直接 206会更深 206明显是更深 里面就是咖啡色的感觉会多一些 但是我觉得它们两个 也是属于同一家族的颜色 就是一深一浅而已 好 我上嘴用一下05号 其实它的这个 饱和度更低一点的话 更容易下雨 就是对于我们日常彩妆来讲 哇 很美的一个 复古红色 这两个颜色我都很喜欢了 推荐给你们 我觉得都值得买 这个系列特别特别好看 而且很好用 你们看 涂上去之后完全不会出现 颜色不均匀 也几乎看不到唇纹 而且这个已经是我 试了很多唇膏之后 反复地擦拭 嘴巴很干燥的情况下 而且还有一些染唇的情况下 画出来的效果 好的 下一个唇油系列呢 是长这样 它叫做 See-through matte tint 从字面意思理解呢 它就应该是带有 透明感 但是哑光的唇蜜 我也是买了三支颜色 我们一个一个来试一下 先从零 我们从零二号开始 零二号 它真的涂起来 就是一个比较 轻薄的感觉的一个唇 但是呢又不像唇蜜水分和亮度那么的高 偏西瓜红的一个颜色 那这个质地的话很特别 它其实有点介于这种雅光唇蜜和唇蜜 它也不是完全雅光 但是它确实就是这种薄薄的 有点像什么呢 就是有点像你涂了一个很浓的 一个这个饱和度很高很深的一个颜色 然后你擦掉之后 留了一层染唇的颜色 它染的比较均匀的染唇的颜色 然后它的遮盖力不好 你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 因为我的嘴巴上面 其实有一些破皮的红红那种小伤口 其实还是能看到 它没有什么遮盖 所以我觉得这个什么用起来就 没太大意思 就是它既不是唇蜜 又不是唇膏的这种遮瑕力 所以我觉得这个系列的话 我就不上嘴了 我直接在胳膊上给你们看一下吧 我觉得嗯 就是大家自己考虑吧 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啊 OK 那么这个是零五号 好零五号 好偏橘棕感的一个颜色 最后一个呢是零六号 零六号还蛮好看的 又是一个这种偏枫叶红的颜色 我直接叠加一下好了 我就不卸妆了 这个颜色还比较好看 我发现了你需要涂两层 来增加它的一个遮瑕力 你如果涂一层 它的遮盖力是不够的 就是你的嘴唇的颜色不均匀 其实全能看得出来 好我剩最后一个系列了 然后你看它的包装就知道 它一定是有这种漆光感 漆光感光泽度很强的一个 第一个呢是十一号 哇看起来非常嫩的一个 一个浅的珊瑚橘 这个系列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就是它的水光感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的强 而且这个颜色其实还挺好看的 十一号 它就是带有一点点这种 粉调的南瓜色 很适合黄种人去使用 完全不会显黑 而且超级自然 超级日常 这个颜色可以说是 我们今天使的所有颜色里 应该是最最日常的一个颜色 而且很有少女版 很好看的一个颜色 好这个也是一个枫叶红色 我发现他们家的 每一个系列好像都会有这样一个颜色 就是韩国女虫超用的一个色系 这个是十三号 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唇釉它有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不均匀 而且它的遮盖力不够好 像我自己的唇色 其实还算正常吧 唇色条件还算OK 比较浅 比如说深唇的人 或者说嘴唇上有色的沉淀的人 用这个系列 你肯定完全hold不住 它盖不住的 所以用起来颜色不均匀的话 就会显脏 然后我觉得他们家的颜色 真的有点鬼打墙 就是尤其是唇蜜系列 很多颜色用起来都非常的像 所以呢 如果说你是喜欢唇蜜的这种妆感 我就买那么一两个颜色 其实也足够了 那我个人的话 我是更偏向于这个 哑光质感的唇膏 因为每一个颜色看起来 真的都是比较特别 就不会有太像 太充分了 最后一个看起来 是比较暗一点点的 这种樱桃红色 这个是十二号 我们放在手臂上 樱桃红色 说实话 现在我的嘴唇好疼 因为我的嘴唇上 有一些微小的伤口 然后今天反复的 化唇膏 反复的卸妆 不涂的话还不觉得疼 一涂的话 就真的是觉得它蛮疼的 这个颜色还比较特别 它是个有一点点 复古的一个暗红色 有点这种雪浆色的 一个颜色 让我想起了 Alice Foss的101号色 跟那个非常非常非常像 所以你自己如果是 在找一个这样子的暗红色 或者你喜欢这种 类型的颜色 你可以买一只 好的 好 大家看一下 最后三个颜色 我都涂在这边了 那么这个系列呢 我不推荐 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必要买 就是跟他们家 其他的系列的 唇釉也好 或者说唇膏也好 比起来 Juicy Lasting Tint 大家记住 这个系列就不要买了 好吧 我觉得真的是没有什么意思 那我自己最喜欢的呢 是除了前面四只 亚光方管的唇膏 还有这两只 Velvity的这个 丝绒质感的唇膏 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 那今天是我们 15只唇膏的试色 就是这样了 那腮红我就不试了 下次我觉得我专门在 我们再开一期 去讲他们家其他的产品 我可以再买一些 他的面部产品 底妆产品 或者是眼影产品 我们一起来做尝试 好吧 然后呢 我今天拿他们家的 两块腮红 随便涂一下吧 因为刚好我没有 我没有涂过这个腮红 一个是05号 一个是02号 两个不一样的这个色系 我现在涂的是02号 一个特别特别嫩的 杏色 好 现在呢 叠加05号 珊瑚粉色 很好看 他们家的腮红呢 我发现都是全雅光 完全雅光 没有任何的光测感在里面 所以说你 当你刷的比较均匀的时候 然后呢 让颜色有一个 很漂亮的一个间层 它出来的妆感 是显得你整个妆容 很干净的 腮红产品还不错 好的 那这些就是 我们今天给大家试的 15支唇部产品 Romant家族的唇部产品 好吧 我觉得韩国人真的很厉害 就是一个品牌 在唇部产品上 就能出这么多的花样 然后它的性价品很高 我觉得喜欢唇部产品 喜欢口红的女生 多爱几个颜色 我觉得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颜色很漂亮 能挑出很多 日常好看的颜色 好的 就希望今天的视频 对你们有一些帮助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